哈喽 直播 各位观众 持续电影来关系 台北地方法院目前的最新情况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多左右 柯文哲目前仍然是在开庭当中 他进阶到法庭到现在是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 不过呢 结果是还没有出来 预计最快可能会在傍晚大概五六点左右的时候 就会有最新的结果了 不过在稍早开庭之前是有传出说 这次检方提出的新市政完全是不能采用的 那什么是新市政呢 新市政就是柯文哲在二号五宝请回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那包括呢 检方这两天是有来询问都委会的直密 赵秀佩以及掌握到朱雅虎 以及印小薇的相关对话记录 另外呢 这两天又跑到北索来借训说 在押的四名被告 像是沈庆金啊 或是彭正生的人 不过这些证据呢 在今天的欺压题里面呢 是完全不能够来当成一个辩论的一个呈现工具的 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法官认为说了 检察官提出的证据实在太临时了 柯文哲律师团以及柯文哲呢 都是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 像这样子武器不对等的情况呢 对于柯文哲来说相对会比较吃亏 不过这句话也是等于说呢 检察官这边要用旧的证据来提出一个新的市政 来说服法官这边要来收押柯文哲 那对于检察官来说呢 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不过目前呢 庭讯还在进行当中 那开完庭呢 最后呢 会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就像之前一样的无保请回 第二个呢 就是重金交保 第三个呢 就是检察官最希望见到的收押禁件 虽然现在呢 庭讯结果还没有出来 可是柯文哲是要早的受访的时候表示呢 说如果他获得重金交保 他会直接来拒保 是不想要被交保的 来证明说自己的清白 那大家也知道交保就是一个积押的替代手段 所以如果说他不拿钱来交保的话 那他很可能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直接被送进台北看守所里面呢 以上是我们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知道人员在他的内容 之内